怀采也是左耳动右耳动一边一个 理想L6定价19万9千8 我觉得可以研究 为啥现在理想全系的行情乱的比我内分泌还要乱 24款现在基本上有个12000的优惠 再加上各地的补贴 7和8的顶配送你21寸龙骨 L9的顶配送你电榻 23款的库存现在还有车呢宝贝们 789的老款现在平均优惠在51000到59000 还能叠加各地的补贴 就因为现在老款库存没卖完 二车行情天都塌了 咱如果说干一台准新今年上班的理想L7定配 对比新车能省个8万块钱 但是你别光看理想啊 问界各地有免息了 甚至新车优惠也有2万了 问界跟理想他俩是中路对居啊 问界卖的多理想卖的少 理想卖的多问界卖的少 旁边还有一个蓝3 23款的蓝3现在综合优惠达到了4万到5万块钱 有地区蓝3顶配老款23款 这玩意儿按揭25万多落地 全款26万多落地 你说理想L6没有激光雷达的版本 它定价来到25万左右 谁卖啊 蓝3最起码挺两性的 虽然它销量拉胯 毕竟它自己家有风潮能源没用 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三月锂电池的 并且24款头顶激光雷达 摇头晃脑的新款蓝3要来了 也给你安排上城市NOA了 等它上市了 你说这玩意儿20到30万预算期间里边的 混动增程车 那价格乱的比我爱飞的那一分蜜都得乱呢 我得了更年期我都不敢说价格是这么乱 凶的嘛 6月份之前别看新能源 6月份的时候咱观望观望 沉淀沉淀 现在价格乱了 套了 天都塌了 你没准6月份的时候 这些个新能源车全部给你干个免息 再比现在还要优惠 那真就是早买4元种完买想折扣了 你想想省个30万块钱 这仅仅是30万吗 我拿3万充洗脚卡充3万送3万 我充4万送4万 我到时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那双涡轮增压那满满蹬蹬 怀采也是左耳动右耳动一边一个 我疯狂消费不心疼呢 我还想请问在座各位同行老师 23款顶配四驱的蓝三 二车收拾价现在是不是不过20 或者有没有最近卖过车的蓝三车主 如果说20万不到买个准心不到1万公里的蓝三顶配四驱 虽然没有激光雷达 但是我能忍 那几千公里的准比我买个20多万的理想R6磷酸铁锂电池的墙吗 那起码蓝三是宁德时代三元利 那油料各方面也是满满灯灯的 所以宝贝们 要么等二手 要么等降降 我不可能让你白给我点关注 现在兄弟们干什么 燃油车的声言 首先 整合老师 你别整我 我公布的行情只是让我家宝贝粉丝 避坑 我没有任何不良引导 且我也不卖车 只分享行情 让我家宝贝买车便买贵了 记住了宝贝们 哈兰达又会七万起步 格尔维亚塞纳又会七万多 大众图王给你又会十亿万了 人生第一台车 我觉得干油车没毛病 毕竟现在这么便宜 点赞关注 祝看完视频的宝贝们 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 发财 买车前参考一下董车地降价排行榜 买完车的宝贝就别看了 2020年买车千万变买贵了